大家好,我是茶米 今天是2023年5月22日 周一,现在是上午6点钟 室外的温度是8摄氏度 天气是个大晴天 我米茶今天起得这么早 主要是去中正,去钓石鱼 为什么今天会这么早起来去钓石鱼呢? 因为前几天,朋友就是钓麻辣配额 然后封了几条鱼,给我说现在鱼情特别好 而我呢,因为上周吧 已经把这个飞鹰钓的杆子呢 已经买回来了 今天呢,又是长周末 所以说,几个硬树家家在一起 我跟米茶昨天晚上就决定 今天早上起个大早 准备去中正,去钓一下石鱼 我们罗伯斯河这边呢 我知道的呢,就是有两个地方可以钓属鱼 一个就是现在我们去到的这个中正 它的鱼情现在是特别好 而且呢,就是这几天都是,大家都是暴杆 就是全部钓满五条的配额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九英里河 就是我开海生共产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呢,离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就比较近一点 就四十来分钟就可以抵达 但是它的鱼呢,现在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是比较少 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决定呢,既然我是新手嘛 就飞鱼钓的,我们就决定去中正这边 新手,假如说你能上鱼的话 就是积极性就会,以后就会更高嘛 米茶又上鱼了 那这种三半多的鱼啊,这样溜鱼的时候啊 是特别特别过瘾 而且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的 蜡鱼的这个趣味就在这里 不错,正口呢,还是正口呢 我用飞鱼呢,上了一条鱼 特别特别的开心 然后呢,想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讲呢,钓鱼呢,第一个呢 要合法合规的去钓鱼,要拿鱼牌啊 因为淡水这边钓鱼是要有鱼牌的 而且要知道它的这个法律法规 就跟每个人只能拿五条 不能超过五条 然后呢,也要注意安全 这个安全是包括自己的安全 和别人的安全 今天呢,我呢,就是因为心太急了 我在准备练飞鱼钓嘛 我也知道哪个地方鱼比较多 然后呢,我就想见风插针去甩飞鱼钢 然后这个东西呢,就对别人 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害怕嘛 因为我自己在暗审的时候 我亲眼见过就是别人 把钩子甩到别人的脸上去了 最后呢,是用干钳把它 把这个钩把它钳断了 这样这个刀刺才不会伤到肌肉嘛 所以说呢,你钓鱼的时候呢 一定要顾及别人的一个想法 然后别人的安全 一定要去顾及 幸好呢,今天旁边呢,是一个群友 他提醒了我这样做很危险 然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这样是 确确实实实是比较危险 也会妨碍别人钓鱼 这是我在加拿大以来呢 可能快十年了,钓鱼快十年了 第一次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被别人去说了 这我觉得我也很庆幸 因为毕竟是同胞 他提醒了我嘛 然后我就没有去钓飞鱼钓了 等到后面全部人 就已经差不多走开了 钓尾全部空开了 我才用飞鱼钓去上手 结果呢,两干还是三干吧 就上鱼了 我也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食鱼季节呢,可能还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嘛 所以说大家假如说感兴趣的话 想钓食鱼的话呢 可能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呢 可能要抓紧时间过来去尝试一下了 我今天呢是见到几个PEI过来的朋友 他们开车几个小时 来这边钓一个一两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然后要开车再回去 万返可能要七八个小时吧 这种激情啊,我是肯定没有 当我们一遇到加拿大的时候呢 你肯定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这样你才会找得到同道中了 才会有共同的话题 这样才不会就是特别的寂寞 我昨天呢用飞鱼钓把鱼钓上来以后呢 我在这边的一个朋友呢 他也是教我怎么去打猎 教我怎么去钓鱼的 也算是师傅吧 他也特别的开心 然后昨天特意盯住我说 他跟我做了一些飞鱼钓的钩子 因为我自己不知道做嘛 我还昨天才刚刚第一次去钓这个飞鱼钓 他做了特别多的这个钩子给了给我 让我去试一下看看哪一种好用 他觉得这几种都是比较好用的 好吧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这一些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再见